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H5实现俄罗斯方块游戏 那么这一节课呢,开始我们这一系列课程的第十三讲 这一节课主要类估呢,是游戏结束时候的一个处理 那我们思考一下在这个俄罗斯方块里面怎么样才算是游戏结束呢 我相信大家都玩过这样一个古老的一个游戏 那么游戏结束的话实际上是在我们这个方块封顶的时候 然后就游戏结束 就是说它这个我们最后的一个方块添加来之后 它已经到达了我们最顶上的那个位置 那这个时候的话就代表着游戏已经结束了 那游戏结束要做什么事情呢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对比着我们的这个游戏暂停来看 游戏暂停里面我们是暂停声音播放 然后停止监听键盘事件 然后呢是停止tick 那这个是暂停 那其实游戏结束的话和这个比较类似 它也有三个地方 只不过呢 它们的一个 这个行为有一点变化 比如说声音的一个播放 在暂停里面的话 其实是暂停 就是说我们这个声音还是可以恢复的恢复的 那如果是在游戏结束的时候的话 我们这个声音就是真的是停止播放就已经不再可以继续了 然后第二个呢停止tick这个呢因为我们的tick都是一个类型的所以呢它们是一致的 第三个呢是停止的一个事件处理 那这个的话其实和下面的这个游戏暂停也是比较类似的 只不过呢这个状态它就它就不再是这个parse 而是我们的一个over就是gameover这样一个over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呢这个是它们之间的一些差异点 好了解了这些之后 我们还是来根据我们的具体的一个代码来实现一下这些功能 好我们还是先把之前的一个实现先打开 好暂停都已经有了 这个先不管它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来看我们的这个 游戏结束的这样一个触发 那游戏结束是在哪触发呢 其实在之前我们已经 我们已经处理了这样一个东西 看一下gameover在哪做的 是在这个board里面的有一个叫 有一个把这个sheep添加到这个boardlist里面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有一个触发点就是gameover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这个gameover到底应该怎么来实现呢 刚刚我们说了这个gameover的话其实是一个状态的一个变化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只需要在这个gameinstance里面去设施它的这样一个state 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不再是pass或者说是playing而是我们直接的一个over 那处理完这个之后我们就停止加入了我们就不加了 好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这个状态已经设置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来处理什么呢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需要在我们这个tick里面来做一些处理 来表示它已经走不下去了 那这个时候在tick这个地方怎么来处理呢 当我们添加了这个sheep之后我们就知道到底它有没有游戏结束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也是同样的 如果发现这个state是等于over的 那就代表着游戏结束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要调用它的这个endgame这样一个方法 然后return 因为我们要停止这次的一个处理 所以说直接用return returnfalse也是可以的 我们这你直接return 好所以呢现在的一个关键点就跑到了我们的这个gameinstance 这个endgame这一个方法里面去了 好所以我们找到它我们看这个endgame还是空着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要来做一些处理了 那这个地方要处理什么东西呢 我们刚刚也说了是停止声音播放 然后是什么呢 停止tick 好那按照这两个步骤来写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的这个声音的这个实力 然后呢调用它的stop这样一个方法就把它停下来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tick 停止tick又一个字怎么来做呢 停止tick的话很明显就是这个 好 Candiointerware 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代码又出现了两次 那很明显我们又需要来 把它提取成一个公共的一个方法 所以呢我们编写一个stop tick 那这个里面应该做什么事情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段通用的一个代码 那我们在这边使用停止的时候就直接可以掉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可以来实现这样一个停止了 那这边的话也是一样的效果 好 这个的话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停止是不是有效的 诶 看一下 当它满了之后它就没有再动了 然后我们的这个声音也消失了 当我们点暂停继续 诶 注意看 刚刚我们在点暂停继续的时候 这个还能播放 那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一些问题的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就要在这边也要来做处理 如果 如果这个游戏已经结束了 就是说这个游戏的它的一个state 等于over 等于over 那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不管是暂停 还是我们的这个恢复都已经不会再生效了 好 这样子的话来避免它的一个再次生效 那这个是第一个 那这个是第一个 还有个点是什么呢 还有在我们这 keyboard keyboard的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是判断它等于pass 它就不 不间听 那当我们这个游戏结束之后 当这个状态等于over的时候 它有什么效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 其实游戏已经结束了 但是我们这个方块 它为什么还真还能动呢 那这个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状态的一个监控 并不完善 那这边的话其实是 只有当它在这个playing这个状态的时候 它才能够行动 所以呢 我们把这边这个代码小箱 稍微改一下 那这个样子的话 它就不会再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了 好停止了 怎么也动不了了 好 点 这个暂停继续也没有用了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好 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关于 实现游戏结束的一个处理 那游戏结束之后 我们如何来重新启动呢 这里呢 我们就没有涉及到这一个这个内容 如果要重新启动 我们可以让它再次来重新来调一下这个实力化的这样一个方法 好 以这样的这种形式来达到重新启动的这样一个效果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关于游戏结束处理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就下节课 再见